台東達人鄉有一個部落家庭罕見的兒孫滿堂 一大家族五代近百人 因為疫情時隔了三年全家族團聚 就是要幫助高齡90歲的太祖來慶祝生日 由於家族大部分都是早婚早生 經常被路人認錯輩分鬧出笑話 而在現今小死化的社會當中 罕見兒孫滿堂也成了地方的佳話 家人朋友齊聲唱著生日快樂歌 接著切下生日蛋糕 生日的主角是高齡90歲的小玉莉阿嬤 現場擺起了十多桌的流水席 因為疫情時隔三年 一大家族五代同堂近百人共同團聚 就是要幫高齡90歲的太祖慶祝生日 其實在三年前我們本來就要回來了 然後因為就疫情嘛 我們就想說因為我女兒生了小孩 然後五代同堂滿難得的 台東達人像拉里巴部落小石家族 趁著老太祖年滿90歲之際 特地為他舉辦壽宴 也藉此機會維繫家人情誼 而五代同堂的畫面珍貴又溫馨 拍五代的照片 因為現在應該很難得有這樣的盛況 因為可能沒幾代 對 真的啊 因為可能也是早婚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 第三代孫女小指引透露 外婆平常除了保持清淡飲食 每天晚上還會喝上一杯藥酒 而至於是不是外婆的養成之道 小指引笑著說見仁見智 由於家族達多早婚早生 常被路人錯認輩分 鬧出了不少笑話 鄉下生活就是這樣子 所以她也很開心我們會回來 這樣子跟她辦生日 而在現今少子化的社會當中 罕見的兒孫滿堂成為地方家化 而家族親友共聚在一起之際 也能藉此聯繫彼此感情 記得判罪達人相報導 押忍 關注彼此感情 按照黨